攝影機鏡頭對準施工方向 整個施工過程都被記錄下來 及時回傳 台北市道館中心透過科技監控 隨時掌握台北市每一處 管線挖掘的施工狀況 與工程品質 那不管是你今天是 挖掘的或是建案的 或是到人手孔施工 或是維護的案子 你們所有的工程的施工 都必須經由我們攝影機 把這些東西回傳到我們中心裡面來 那每個單位都有駐點在道館中心 那降化對於工程的品質掌握 就能夠得到確保 而且我們今天第一線的施工人員 跟建造人員 以及我們駐能人員 其實都有經過合格的證照 所以這種情形 已經執行了六年了 除了隨時掌握施工過程 道館中心更首創第三查核公務所 由道路巡查員 測量高低差 記錄道路險鋪的施工品質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對於開花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這個挖掘的管構的修復 高低差還有我們今天 我們的標線的恢復 以及這個力情會跳漏等等 我們在開花完之後的三天左右 我們趕快就去現場去看 看它挖掘的行為是不是符合我們的規定 高低差是不是可以在這個 高低差在0.6公分以下 然後他們的標線是恢復 那如果說都有的話 那就比較理想 不太好的話我們開B單去做處理 那這樣的話 低單查核公務一查完之後 確定它的品質是OK的 那接下來在做全面的選鋪過程當中 的品質會更好一點 為了加快道路回填後的通車時間 道館中心更頒布管構回填新工法 結合控制性的回填材料 提高施工效率 並且制定人手孔蓋的防滑標準 維護道路品質與用路人的通行安全 那這樣的話它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減少 我們這個初寧的時間 另外就是說它呢 會讓我們的這個開發完之後 廣告的強度能夠達到我們預期的強度 所以會減少這樣這個時間的一個情形 那避免廠商它因為CLSN有時候 它比較不容易很容易就乾掉 那如果我們這個加3分10取代這種CLSN的部分 把它取代40%左右的話 它很快就會乾好像就凝固 那很快在鋪AC之後就可以通車 管線施工與道路品質 需要施工單位共同努力 道館中心用心把關 要讓台北市道路有著最安全的距離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